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罗传着欠福音债的心情 积极地传福音 而且保罗愿意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无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种族 什么背景 保罗是一个很有智慧 又很讲求工作效率的人 他绝对不会浪费时间 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 既然他有负担要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那就表示了他认为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 保罗为了帮助当时的人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 就在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 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实际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担不宜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含不宜阻挡真理的人 保罗首先指出 当一个人还没有接受福音 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 他是在神的愤怒之下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记载 当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还在西乃山下的时候 神已经向摩西宣告过 他不会轻易发怒 并且有封城的池外 所以人一定是做了很不对的事情 让神忍无可忍 神才会发怒 保罗接着就这样仔细列出 人做了些什么事情得罪了神 不过他在这里先统称 他们不担不宜的人 不担的英文是ungodliness 主要是指对真神没有敬畏的心 而不宜的英文是wickedness 主要是指对人不好 做了很多坏事 换句话说 无论直接对神的不恭敬 或者是间接对神所做的人不好 都会得罪神 保罗说这些人也是阻挡真理的人 我们知道真理的标准在神那里 例如自然律和道德律 都是神所创造的 如果有人违反自然律 从高楼跳下去 因为地心吸力的缘故 一定会往下坠落 跌死在地上面 同样的 违反神的道德律 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神透过三种方式来向人启示神自己 第一种方式是透过祂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第二种方式是透过圣经 最后的一种方式是透过神的儿子 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亲自向人启示神自己 有关神的启示 神的子民真是得天独厚 因为在旧约的时代 神已经透过摩西 将祂的律法先颁布给以色列人 后来神又让耶稣基督身为犹太人 在他们当中和他们一起生活 这样 神有没有亏待外邦人呢?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和二十节 提醒所有的外邦人 神没有亏待外邦人 神祖已经透过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向他们启示了祂自己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愿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做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做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每次看到神所做的花草树木 种类又多又美 非禽走秀的种类 亦都是多得数不完 而人的受造更加是复杂 势利和奇妙到无法形容 这一切应该都会帮助到人 去认识做物主的智慧和美善 保罗强调 神既然已经透过祂的创造 非常明显地彰显了祂的本性和大能 人就根本没有借口可以去说 不知道 保罗指出 人对神的不虔诚不恭敬 就是表现在不肯承认神 透过天地万物所带给他们的启示 保罗接着还指责他们 因为故意不承认真神 就不将真神该得的荣耀归回给他 也都不感谢他 那世人到底是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谁呢 又感谢谁呢 答案就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分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如绝 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扭坏的人 和飞禽走兽 昆虫的阳色 所以神任凭他们 请着心里的情欲 行污慰的事 以致彼此天污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荒 去敬拜是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清重的 直到永远阿门 普罗指出 他们将荣耀和感谢 拿去归给偶像 和受造之物 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人如果弃绝了神 就等于弃绝了一切的美善 自然就会走向一条 邪恶的道路 神也是真理的源头 人一旦拒绝了神 心思意念 就会变得虚妄 虚妄是有荒唐的意思 有些像是认财作父 还跟着去造财 自古以来世人拜过的偶像 和受造之物真是多到数不完 普罗在这里提到的飞琴 走兽和昆虫的样式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其实连当时的罗马皇帝 也都将自己当作神明要人去拜他 如果用慢这个字 来形容世人拜过的偶像数目 一点都不过分 在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将真神和偶像加以比较 他们之间除了有主动造物 和被动造物这两个巨大的不同之外 保罗还指出 真神是不能扭坏的 而偶像和受造之物都是必扭坏的 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在诗篇135篇15到18节 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偶像的无能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做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做他的要和他一样 罚靠他的也要如此 既然偶像是这么无能 和真神之间又有这么大的差别 为什么世人会看不出来呢 保罗指出的原因是 他们是故意不承认真神 所以得不到真神所赐的智慧 甚至当然就变得愚蠢了 有句话说 人敬拜谁就会像谁 一点都没错 无拜和依靠偶像的人 会变得和偶像一样无能 而敬拜和依靠真神的人 就会越来越有真神的美善性情 拜偶像的人更可悲的是 他们不知道在偶像的背后 隐藏了魔鬼撒旦的恶势力 所以当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 就被撒旦控制和愚弄 他们还被撒旦指使 去做害人害己的事情 就好像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所写的 神的任憑可以说是对人很大的惩罚 因为这样就表示了 神已经不再负责保护这个人 有些像父母对那个令他们非常失望的儿子 随便你高兴怎样就怎样 我们都不想再管你了 听起来那个儿子好像是得到了自由 但是事实上非常危险 因为坏人会承虚而入 将这个无父母管界的弟弟 有个骗他做坏事 这节经文比较浅白的翻译就是 神任凭他们随着心里的欲念 做下流的事 租设自己的身体 保罗指出 离弃真神去拜偶像假神的人 他们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 顺从自己的情欲去做无耻下流的事情 而且会直接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例如淫乱和凶杀 都是属于直接伤害到自己身体的罪恶 保罗将真神和偶像加以比较的最后一句话 罗马书一章二五节是非常重要的 主乃是何清重的 直到永远阿门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使徒保罗说这句话的心情 他可能是一边叹息拜偶像的人 这么愚蠢无知 一边又忍不住要从心里赞美真神的偉大 保罗在赞美之后还加上一句阿门 阿门的意思等于是说 是的、真的 有些像我们广东人所说的 诚心所愿 总而言之 在使徒保罗的心目当中 真神永永远远值得赞美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在你和我的心目当中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会不会永远赞美他呢? 我们已经查考了 世人因为故意不承认真神这位做物主 反而去拜人手所做的偶像和受造之物 就落在真神的愿怒之下 结果神、任凡、人随从自己的情欲去做败坏自己的恶事 接着下来在《罗马书》一章26到31节 使徒保罗就详细列出了当时的人所犯的罪恶 《罗马书》一章26和27节所写的 是排在最前面的罪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恥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信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信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保罗首先提到淫乱的罪 而在淫乱的罪里面 他又特别指责 女人把信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都弃了女人信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彼此贪恋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同性恋 在人类的历史上 同性恋很早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是神的仇敌 撒旦魔鬼的毒计 魔鬼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用这一招 保罗说 犯这类罪的人会受到当得的报应 意思是会得到应得的惩罚 一般来说 犯同性恋这种罪的人 很容易得到性病 特别是外滋病 严重起来是会致命的 已经结婚的人如果有同性恋 不但会使家庭失去和睦 这种病毒还会违害子孙 是很可怕的后果 回顾人类过去的历史就可以得到证明 凡是有这种罪恶的城市和国家 都会受到惩罚 例如旧一时代 索多玛和俄摩拉城 就是因为这种明显的罪恶 而被神毁灭了 曾经称霸天下的亚述帝国 巴比伦帝国 和后来的罗马帝国 都是因为犯这种荒淫无道的罪 而灭亡了 除此之外 保罗还提到很多其他的罪 我们接着来看罗马书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传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宜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质道 凶杀 憎敬 鬼诈 毒恨 又是惭毁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无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猎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背弱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在这么长的清单里面 有得罪神的 有得罪父母的 也有得罪朋友或者其他人的 可见得 保罗对人真是观察入美 如果拿这份清单 去对照一下现今的世界 就会很惊讶地发现 这些罪恶 现今依然存在 这样就证明了 每个世代的人都需要福音真光的照耀 在这些罪恶里面 例如质道 背后讲人坏话 违背父母等等 法律虽然不算他们是有罪 但是保罗却是将他们全裂出来 由此可见 人虽然将罪恶分成明显的罪和不明显的罪 又分成大罪和小罪 但是在神的眼中 只是分了有罪和无罪 所以只要有罪 不管大小 都破坏了人和神之间 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结果都是会受到神的审判 在接着下来的一章三十二节 就写了神的审判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 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保罗指出了三件事实 第一件是 神判定凡是做这些事情的人 是应该死的 我们来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七节 就骂父母的 必要把他自死 哇 要自死 是不是很严重 保罗指出的第二件事实是 犯这些罪恶的人 根本就知道 神是会惩罚他们 所谓明知故犯 罪加一等 至于第三件事实是 他们喜欢别人也都这样去做 是都要拖人落水 要叫那些人 和他们一起去犯罪受罚 如果保罗当时所责备的世人 主要是指外帮人的话 这样犹太人 豈不是会尖尖自己 认为保罗骂得很对吗 保罗也都已经了到 犹太人可能会有这种 拍案叫好的反应 而且还会将手指头 完全地指向外帮人 所以在罗马书二章 保罗就开始解答 这个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二章一到五节 你者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者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者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 欢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 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至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论断人的意思是指 去定别人有罪 当然 如果别人真是做错了 我们不可能假装 他没有做错 保罗的重点不在于指责别人有没有错 而在于用什么的态度去指责别人 那犹太人是用什么的态度去指责别人呢 根据刚才的经文 犹太人的态度是 只有外邦人才会犯那些罪 他们就不会了 就算他们犯了 也都不一定会受到惩罚 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神的选民 保罗毫不客气地指出 他们亦犯了同样的罪 而且神亦都会审判他们 这个真是当头鸭壳 我们发现 使徒保罗在这方面的教导 和主耶稣的教导完全吻合 我们来参考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气良吸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良吸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词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良目和刺的大小 真是相差很远的 主耶稣透过这个生动的画面 让我们看到 如果一个人无自知之明 而又去指责别人是非常可笑的 主耶稣称呼这种人是假冒为善的人 意思是想透过指责别人来突显自己 不是那种人 但是事实上 他自己正性就是那种人 当然 主耶稣和士图保罗不是不要我们不去分辨是非善恶 他们乃是提醒我们要用谦卑的心去指正别人 因为知道我们自己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在罗马书二章三和四节 保罗带领犹太人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神会不会审判他们 那个角度就是 神不是不会审判 而是还没有审判 因为神有丰富的恩慈 宽容和忍耐 所以神愿意给多些时间他们 多些机会去悔改 使徒彼得也有类似的教导 就写在彼得后书三章八和九节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去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担然 其实不是担然 乃是欢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使徒的话提醒我们 当我们做了得罪神 或者得罪人的事情 如果神的管教没有立刻来到 我们不要沾沾自喜 而是要赶快去悔改 虽然神是慈爱 但是他也是公义的 如果在神的慈爱的时限之内 我们一直不肯悔改 保罗就警告这样说 我们会面对神最后最严厉的审判 亦即是世界末日的审判 有关世界末日的审判 我们可以来参考 启示录20章 十一到十五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宇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冊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冥在火户里 这火户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明治没记在生命冊上 他就被冥在火户里 使徒约翰描写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 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他提到的案卷展开和生命冊 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罗马帝国对他的神文有详细的明冊 还记得玛利亚怀着圣英耶稣的时候 正好是赶上了人口普查 他和牧将约塞都是大卫王的后代 所以就必须从拿撒纳 回到大卫之城白弃行 去报名上策 若翰是用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方式 来讲明每个人的所作所为 在神那里都会有很详细的记录 神会根据那个记录来审判人 我们现在用的是电脑 将来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特别的科技来做记录 无论如何 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 一切都成定局 所以要趁着今天还有时间悔改 还有机会接受救恩 就要赶快把握住 千万不要错过 好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不断宽容世人 不断给世人悔改的机会 祈求你也都帮助我们 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 用爱心去对待有过失的人 引领他们悔改归向你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